市值观察三期户余蒸发600亿倍后 汇余买量 毛利率和净利率双下滑 今年4月 时隔8个月国产游戏版号重启 让李卫伟松了一口气 不过 获得游戏版号的三期户余 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扭转其下跌之时 连本的大利好仅仅坚持了几分钟 便又开始继续下跌 短短十几个交易日 股价又跌了近20%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发现 自高点以来三期户余市值已经蒸发了600多亿 持续下跌的股价与三期户余严重依赖买量 毛利率 净利率双下滑 游戏行业版号发放数量下降 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数理资料的过程中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还发现 从2018年以来 三期户余的前市控人吴氏家族和李卫伟 曾开天均大幅套现 其中仅吴氏家族就套现了60多亿 1977年的冬天 三期户余的创始人李卫伟 出生在四川广源的一个普通家庭之中 和大多数70后一样 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李卫伟就开始沉迷游戏 从初中 高中时的单机游戏 到大学时的网游 李卫伟慢慢成了多数人眼力的网瘾少年 不过 网瘾少年李卫伟在玩游戏中 慢慢玩出了自己的想法 希望做出属于中国人的游戏产品 并且影响全世界的玩家 之后李卫伟与曾开天 在2011年9月30日 共同投资设立了上海三期户余 联名上海三期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网业游戏 当时也正值互联网高速发展阶段 上海三期户余借着这股东风实现业绩大涨 2011年成立几个月 营收就达100多万 次年收入达5.87亿元 第三年已经实现了17.22亿元的收入 业绩大增的上海三期户余 随即也开始寻求上市之路 不过当时证监会对游戏公司审核非常严 成立两至三年的公司想要上市可谓是难如登天 与此同时 无视家族控股的顺融股份 2011年3月2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不久后 因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开始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从顺融股份的年报来看 上市之后顺融股份的业务出现了大幅下滑 而到了2013年顺融股份的净利润 仅368.12万元 扣非净利润更是只有96.8万元 顺融股份的股价也是连续下跌 一年多的时间股价跌了近90% 业绩大幅下滑的顺融股份几乎沦为了可公司 在这样背景下 想上市的上海三七护鱼 和想找业绩增长点的顺融股份开始接触 几经谈判之后 顺融股份分别在2014年5月和2015年12月 分两次收购上海三七护鱼100%的股权 使上海三七护鱼成为了顺融股份全资子公司 从开始收购到全部收购完成 当时顺融股份的股价翻了超十倍 收购了上海三七护鱼的顺融股份业绩犹如神助 从净利300多万直接攀升到5900万 到2015年净利润已经达到了9.22亿 也因此让顺融股份从一家壳公司变成了火热的游戏公司 收购上海三七护鱼后 顺融股份先后更名为顺融三七和三七护鱼 自此三七护鱼的名字正式出现在股票行情名称中 2018年9月20日 三七护鱼拟货下人民币 8.19亿元向宁重汽车部件 科技出售公司 持有的汽车部件公司100%股权 而宁重汽车的持股情况是吴旭顺持股30% 吴卫红持股30% 吴旭顺之配偶汪爱荣持股40% 也就意味着原来的顺融股份的业务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吴氏家族手中 除了花8.19亿元拿回来原来的汽车业务以外 吴氏家族这些年还通过减持三七护鱼 获得了大量的现金 公开资料显示 2021年11月11日至2022年1月14日期间 吴氏家族减持了3256.7万股 即便是按照区间内的最低点计算 吴氏家族此次减持也套现了7.44亿元 除了此比减持之外 问对数据显示 吴氏家族还减持了53.5亿元 也就是说仅从套现金额上计算 吴氏家族已经从三七护鱼上套了至少61个亿 这远远比当年做汽车配件赚钱多了 问对数据显示 除吴氏家族以外 三七护鱼董事长李卫伟 副董事长曾开天从2019年开始 也累计套现了52.39亿元 而吴氏家族和李卫伟 曾开天减持的套现的金额 相当于是三七护鱼上市以来 70%以上净利润 现在再回过头看当年的收购 确实是一场双赢 4月26日 三七护鱼提交了2021年年报 年报显示三七护鱼2021年 实现营业收入162.16亿元 同比增长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6亿元 同比增长4.15% 看似漂亮的数据 其实暗藏隐患 162.16亿元的营收 中国内占114.39亿元 国外占47.77亿元 而2020年同期国内营收为122.57亿元 同比下降6.26% 这也就意味着三七护鱼的国内营收 已经开始出现下滑 此外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栏目 统计A股游系列公司发现 相比其他游戏公司 三七护鱼似乎更加重视买量 问日数据显示 2021年年年报中 三七护鱼的营收162.17亿元 在A股游系公司中排第一 不过研发费用12.5亿元 在游戏公司中则是排第三名 相当于是第二名 世纪华通的63.58% 然而在销售费用上 三七护鱼2021年 花了91.25亿元 是世纪华通近2.63倍 据了解 三七护鱼这几年的销售费用率 在常年保持高位 2017年至2021年的销售费用 分别为19.08亿元 33.47亿元 77.37亿元 82.13亿元和91.25亿元 分别占同期总营收的 30.83% 43.85% 58.49% 57.04%和56.27% 在网络游戏上市公司中 三七护鱼销售费用率高居第二 第一是冰川网络 不过冰川网络的2021年 研发费用率为37.73% 而三七护鱼2021年 研发费用率为7.71% 值得一提的是 在人员配置上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栏目还发现 2021年三七护鱼的技术人员 较2020年减少了386名 而销售人员从2020年的990人 增加到1225人 增幅23.74% 每年大几十亿的销售费用 都花在哪儿了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发现 2020年和2021年 三七护鱼销售费用中 均有一笔超80亿元的互联网流量费用 互联网流量费用 从字面意思上也不难理解 就是从流量平台投放广告 然后引导玩家进入游戏 玩家进入游戏后进行各种交费 以此达成营收目的 这样的商业模式优点非常明显 只料玩家的钱足够多 开心服的速度足够快 公司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但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游戏的周期偏短 玩家被薅光之后就会移开 而且流量红利逐渐消退 扩客成本上升 三七护鱼想要获得足够的玩家 就不得不持续地进行投入 对于销售费用的逐步抬高 三七护鱼在机构导演会上表示 我们既不会为了保证利润率 而控制投入 也不会为了流水规模损失利润 我们的目标是追求绝对利润最大化 然而 随着每年持续增加的销售费用投入 却让三七护鱼的毛利率和净利率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数据显示 2019年至2021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86.57% 87.79% 和84.79% 而净利率分别为 18.27% 21.08% 和17.57% 其中 核心业务移动端游戏 毛利率手奖 由2020年的88.85% 降至85.61% 对于一家游戏公司来讲 最重要是版号问题 没有版号产品就不能公开运营 因此只有源源不断的版号 才能给公司带来持续的产品收入 而游戏版号是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审核发布的 对于游戏根据著作权法 和计算机游戏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游戏软件厂商或者个人作者开发的游戏软件 在开发完成后就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但是这几年随着已经出台落地的 未成年人游戏政策 游戏行业强监管 规范化的长期发展趋势课等等 游戏版号的发放是越来越少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披露的信息统计 2018至2021年 每年下发的游戏版号分别为2064个 1507个 1405个 768个 2021年全年版号数量与上年相比 减少了46.26% 较2018年减少了62.8% 2022年首批45个游戏版号 比去年上半年月均98个 减少了54%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披露的信息统计发现 2020年三期户余曾获得了10个版号 而在2021年三期户余只获得了一个版号 今年4月11日晚 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显示 2022年4月首批国产游戏版号下发 有45款国产游戏获批 三期户余的梦想大航海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时隔一年多以后再次拿到版号 当然 拿到版号只能说明是有了发行游戏的资格 而这款游戏能不能保持长期活跃 才是验证产品本身的好坏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发现 2021年的国内市场国产首游流水前20名中 三期户余的《斗罗大陆》魂师对决排第17名 不过发行日期是2021年 而同行中绝大多数游戏是2021年之前发行 这些游戏能在2021年依旧排名套前 一是证明这些游戏的质量 二是该游戏依旧受欢迎 能留住用户 而三期户余此前还发行了很多游戏 但几乎没有打款可以保持长久的热度 2021年新出的《荣耀大天使》 《爵士仙王》等产品 在巨额的买量下有不错的下载量 但随着用户越来越多 不充钱寸不难行封号 没客服 进不去原来的服务区等问题频发 让玩家的体验大不如前 一直以来 游戏版号可以说是游戏公司的命脉 有1本号就相当于多了一张牌 4月11日的版号发放 虽然引起了三期户余的大幅高开 但也就是仅仅维持了几分钟 股价就开始跳水 当日从最高涨近8% 到收盘跌1.95% 之后三期户余的股价持续调整 时隔交易日跌近20% 而且三期户余自高点以来 市值已经蒸发了600多亿 股价从最高50.43元每股 一路跌至22元每股附近 跌幅超50% 这意味着游戏行业期盼已久的游戏版号 并没有扭转三期户余的下降趋势 除了版号问题 三期户余严重依赖买量的情况 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 而且股东们的频频套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们的信心 未来三期户余在开拓时 如何把买量和利润做好平衡 又将游戏做好做大 凤凰网财经市值观察将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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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